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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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院称子全平时外出 都选择租借自行车代步 久而久之已经养成了习惯 而且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位置借车还车 他在17日晚间准备外出时 走向自己平时惯用的位置 发现该辆自行车没有被锁好 于是打算骑另外一辆 还在内心嘲笑上一个人要被扣钱了 没想一刷卡就出现自己还未还车的通知 于是变向客服询问情况 所以才发现自己在当天下午租借了一次脚踏车 不过却因为还车时没有停放正确 导致系统判定他未还车 曾子轩哭笑不得的表示 自己上一秒还在嘲笑 那个没停好车的人 没想下一秒才发现 自己就是那个糊涂的人 他自嘲自己简直是个笨蛋 白白浪费了一大笔租车费用 最后也不忘提醒大家 下一次要注意检查 不要像他一样糊涂啊 没想到他 没有想到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